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韦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说一件很悲痛的事 大家知道以巴冲突就在加沙的土地上 是相当地令人担心 想不到这些以巴冲突的现况 亦都令到全球不得安宁 在美国一位小孩六岁 是巴勒斯坦裔的小孩 小孩六岁 就是被一位 这位阿伯 就是用可怕的手法 令到他人是没了的 他在芝加哥那里 芝加哥近郊的一对 巴勒斯坦裔的帽子 被人动手 小孩六岁 就是被人用这个很理的东西 就是26次那么多动手 他32岁的母亲 都是被这些风利的东西 是伤到要送丸的 71岁的嫌疑犯 幽巴就被捕了 原来他居然是 他这个弟弟的家人的房东 不关钱债的事 暂时我们看到不是了 不关事了 他就三项罪 一一级老谋罪 第二个就是一级企图老谋 以及两项仇恨罪 威尔棍的棍警察办公室就说 其实这件案件 两个被人动手的人士的原因 原来就说 因为他们是穆斯林 哇 这也挺危险的 那么其他 某宗教人士都被香港人动手 一件还一件 行不行 你不是跟以前香港踢劫的那些 现在不是你什么什么 是你的同胞什么什么 是你的同胞走水货 所以我踢你没错的 这些当然是错 以及尾巴冲突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 是某宗教人士 其实他父亲已经确定了 这位遭遇不幸事件的 小孩是他的儿子 就叫做法尤姆 他的妻子叫做沙恩 那么警察到的时候 其实太迟 太迟 那么警察收到 报案后 立即去到现场 发现男子 丘巴就坐在 这个寓所附近的地上 而两名 这些被动手的人士 包括小弟哥和他妈 就在睡房里面被人发现 现场就有一个利器 是军事用的利器 那么两名人士送院后 男童就证实 是和他的家人永远是 看不到的 那么他母亲 就是伤得重 但是 应该是救得回的 那么这位邮巴 被捕后 等待提堂 他还未落口纲 还未向警方提供任何的陈述 都挺突然 他没有说这些 不是 他刚才的官说 已经说了 不是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是某种家人士 不关什么病 你已经知道了很久 你不是第一天知道 现在因为耳巴的气氛 这是法官说的 其实就是可怕之处 我们也说过 你别以为只是发生在远方 因为你的社会 其实很多 通过这个耳巴冲突 是有很多的问题显示出来 那么 原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 资格国办公室的负责人 就说沙因曾经发过短讯给她老公 就讲述事件 就说 邮巴到寓所敲门 那么之后就动手 那么他就说 你们某种家人士一定要走 走是指声天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之后呢 就是拿出他这些工具出来 那么沙因就伤了跑去浴室暴京 但是发现儿子已经是不测了 那么这一切是几秒钟的事 如果这个态势持续下去 这位哥哥就用力气 美国很多民间 是的 没错 你知道这个 这个对立不是只有美国有 澳洲都有 西方国家全部都有 就是说 其实说真的 你这样一面倒去撑耳 你如果是不说 要令到加沙的人 那些平民是没有 就是希望他们没事 那些东西 你都不肯说的话 其实他们会觉得 你不时已经对我不公平 你这些人性的说话都不说 那可能就有人想歪了 我们说过你不可以好像 不可以好像英国内政大臣 拍飞文这样的 不行的 就是你什么都好像说了 对监不行 总之你就是说 哪个犯法我就拘捕哪个 你不可以说你揮旗 那当然后来他解释你是美化的 那些极端人 那你就说清楚他们 你说这样是犯法 你就说清楚 你就说 警察来你这路 其实他首先 是警告了你的后果 但是呢 当然你这样说 人家就发大这句话 是不审慎的 就是这样说话 但是他作为内政大臣 他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很不幸地 几秒钟就是令到一个 一头加散了 那这件事件 当然是很糟糕了 也是自从 以巴冲突以来 最大的事件 就是民间最大事件 你记住 是民间最大事件 那相关组织就呼吁 政客和媒体 请你们不要再 散布一些 这些仇视言论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 好像刘世良这些 严格来说 他也是仇视言论 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当然可能 没有人听 就是广东话 他受众就是广东话 可能没有人知道 西方主流媒体就没有知道 不是 西方主流媒体 他也是当看不到话 其实 FBI已经说 近期 这些威胁多了 一定要警惕防止 一些相关的大罪案发生 我觉得很难 相当困难 相当困难 另外 还有一个新闻 他更加特殊 他就是 因为在以色列 也有巴勒斯坦人做工 其实他们压力更大 你想想 在其他国家压力这么大 他们压力更大 以巴冲突以来 两个国家的民众 对立是家庭 原来在以色列 也有120万名巴勒斯坦人 工作中 自创 大家 在发动攻势以来 一名医护 因为说错误被停职 因为 那些人说 你是不是支持哈巴斯 他说 他本来的好朋友 自动成为敌人 来自半岛电视台 一位巴勒斯坦女子 努力 好像往常地在医院 某间医院 在以色列的医院工作 她已经在那里做了 两年多 当然7日 哈马斯发动攻势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因为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令到以色列南部 最少1300人离世 以色列也展开回击 令到加沙地大很严重 最少都是几千名巴勒斯坦人 全面包围加沙 断水断粮断电 起初 同事 这位女子叫老奶 同事和老奶说出事 老奶说 这个不是第一次 谁知道她说这句 她说不是第一次 事实上不是第一次 谁知道 她被主官召费 叫她进办公室 叫她立即離职 有没有说什么原因 煽动 或者怎么样 她好像 她收到封信 要参加听证会 理由是她涉嫌支持哈马斯 不是 她说的 当然这是她一面支持 我们说明 她敢说我们敢报 没有 就叫她立即走 撿包袱 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 就不要回来 劳拉说她觉得被人 觉得被羞辱 不相信这种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事实上 在以色列 也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做工 占这个国家人口两成 她就是其中一个 劳拉说平常感受不到 但是发生这种类似事件 就会自动从朋友变成敌人 没多久之前 她就收到医院管理层的一封信 要她参加听证会 她现在正式被停职 理由就是涉嫌支持哈马斯 违反了纪律守则 劳拉就强调她接到电话时 她们早已决定了 她才知道自己是说错话的 不但劳拉 其实以色列的律师和人权组织 近来也收到几十单 来自巴勒斯坦工人的投诉 他们就说因为和人说话 和人交谈 在工作场所突然被人停职 咦 什么事呢 当然这是一面支持 我大概估计 应该是关于尔巴冲突的事件 是的 我觉得就是 可能他们就觉得 你说这些话不对 亦都是有 我觉得就是这样 亦都是40名巴勒斯坦学生被学校开取 原来他们就是说 你们在以色列内支持极端友 所以立刻不让读书 有些人立刻要停职 直到事件调查完毕 那些情况下 还会被叫到记律委员会聆讯 另外一位巴勒斯坦医护 就说他现在很低调 因为担心被人暴露 因为自己的工作场所 说他都挺大 整个医院 只有他一个巴勒斯坦人 是全部 当他在工作时候 就会表达一切 其实都是新闻事件 只是说个事实而已 不过他也不敢说自己真实想法 因为很担心 我也觉得 因为刚才他说 不是第一次都已经可以上纲上线到这样 事实上也是值得担心 说真的 看回现在双方的社区 我觉得都在受苦 双方的社区都在受苦 老实说 受苦的人何必是为难受苦的人 不过现在的态势 你知道媒体有制造出来的东西是这样 还有政客有些是在搏 事实上 你说他们是恩怨情愁真是过百年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化解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可能是一两代都不行 现在又加深了 加深了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当然了 你看回全球 尤其是西方国家 应该有很多事件 所以为什么中国站在中间 其实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你站在中间 两边才可以 相对来说是复你 现在站在中间也被人骂 西方政客就是了 西方政客就是了 西方政客就是骂你 只能够站在他们那边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再见